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大市十字升, 继续代变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132点, 收报24511点, 成交不够1200亿 都不约有1195亿, 近期的成交 今天港股的走势可以说是很扎幅波动 怎么扎幅波动呢? 其实今天全日上下波幅, 最高位24628, 你当它24630点 差一点点, 低的话24391, 你当它24400 即是只有230点左右波幅, 即是一个很扎幅的波动 开市位24528, 和收市位24511,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是一粒十字升, 一粒很小的十字升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走势图就明白了 好了, 今天是一粒十字升, 是一个牛皮代变的一个讯号 事实上, 其实过去那几天, 原来都是牛皮代变 原本星期四的时候, 在跟大家讲视频的时候, 讲了三天, 他在这三天打横行 想着他快要突破了 结果上星期五是向上突破了 一粒小小的向上突破了 但是呢, 今天又下来 为什么向上突破了之后不能够继续呢? 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个, 是原本我们是跟A股向好的 因为上星期五, A股向好向上 结果今天A股呢 如果说主要的指数, 即是上证指数来计 今天呢, 先冲高后回落 到跌0.08%收市 待会再看那个幅图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美国方面呢, 上星期五, 美股呢 其实是低收, 也是冲高回落的 就是因为呢, 就是它有少少呢 那个联储局的缩表 和呢, 四重结算之后的走势呢 有些呢, 就是大家要有些担心的 那所以呢, 搞到今天港股呢 就是一粒十字星, 牛皮代变 就方向就未现 那, 大致上, 那个走势 现在就在两万四到两万四千八之间那边上落 可好可淡 仍然都是维持着一个, 就是 暂时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很可能呢, 都要捱到可能是 本月月底啊, 就是港股 就是这个结算之后呢 看看七月才, 就是第二季 sorry, 第三季开始呢 才不知, 才会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走势了 好了, 那今天的大市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说了, 要看看内地股市 和美股的走势 那好了, 现在先看看内地股市先啦 内地股市呢 哇, 就是上个礼拜五 就是上证指数冲了上去的嘛 大家见到啊, 就是突破了 那但是呢, 今天呢, 就先冲高一下回落 最后跌0.08% 但是, 你不要小看它哦 今天其实是大成交的哦 今天呢, 户心两市呢 成交是超过八千亿的哦 那大成交冲高回落呢 其实呢, 就, 如果你真是严格来说 走势就真是可能有少少的, 妈妈 不过这样, 你又不能够只看一个市 因为户心两市嘛 上证指数加深证成分股指数 两市加上的成交价是八千二百八十六亿 是创了三月十八日以来 就是三个月最多成交的那一天 上证指数走势麻麻 那我们明天要留心 它会不会继续都是麻麻 那今天, 它上证指数走势麻麻 是因为呢, 市场预期了 今天呢, 会有什么减息啊, 降准啊 放水那些行动结果没有出现 那所以呢, 就走势麻麻 但是不代表整个内地股市不好 深证成分股那边还可以升 而最重要那边呢, 现在炒到刺烈的就是什么呢 那些创业板啊, 小型那些科技啊 就是上海呢, 就走上去炒 现在上海科创板了, 是吧 那所以, 就是那个 深圳就炒这个深圳创业板嘛 所以这些呢, 就继续上升的 今天你看到, 深圳创业板指数继续上升1% 所以就不能够说, 单看呢 上证指数差, 就说一定配上去差 就再要看多几天啊 好了, 由于啊 内地的股市今天呢, 就是有些反复了 加上上星期五, 刚才说过 美股有些反复, 所以今天港股一般 变了来说呢, 市场焦点呢 就落了去炒股不炒市那里 是, 恒指成份股呢 今天只有几只股升的 最主要今天升风比较大的 第一, 就是叫做 港交所今天升3.7% 突破了300元之后, 今天创历市新高 311.6 收市位呢, 这个都是高位 哇, 那冲了上去 事源呢, 就是市场预期 更加多的中概股 会回来上市啦 那现在传的那只叫做百姓中国 这只呢, 就是内地的 内地的KFC 和这个Pizza Heart 那些, 就是这些很大型连锁 那些店的, 没有公司来的 那他回来, 香港上市的话呢 市场又有些憧憬 这个市值都不用 好了, 那港交所 我冲了上去之后, 那怎么办呢 一路, 现在如果你论走势 就一路好的, 走势上高 就没什么好, 怀疑的 因为都创了新高, 是吧 那, 如果持有, 继续持有 如果倒下来的 都可以考虑吸纳 在三百元之下, 或者三百元边 那样, 那这就是带动港股上 另外一种带动港股向好的 就是这个腾讯 腾讯呢, 原本主席减持 CEO又减持 啊, 怎么知道呢 减持都继续有得上 因为呢, 市场觉得他 又有新招出场 啊, 那不知为什么 这些主席CEO 又不等这些新招出场 才减持 但是, 总之市场 觉得这些新招呢 就有利他 那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微信小商户 这个小程序 会推出啦 那带动呢, 这个 四百七十四个二的啦 那刚才一个长一点的呢 就是说 哎, 看不到那里 啊, 我们看一看 转去看这个 周线图啊 那, 腾讯这个周线图 那你看周线图呢 你就会见得到 他呢 跟之前那个历史高位 啊, 即是历史高位呢 相差不远了 那里都是四百七十多元 四百八十元 那今天呢 都涨到四百七十四啦 所以, 有机会啊 有机会 就创新高 嗯 圣逊 那 我就是, 如果你问我呢 我就真的不太懂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主席 CEO 就是讲不等一些 那么似好的消息 创新高的消息呢 才出货 就是他们其实 我觉得可能就是 四百万有上 都已經是減肆了 他們自己 但是市場就比較樂觀 對於微信小商戶這個小程序推出 為什麼這個好呢 市場覺得會令到微信的變現能力強了很多 與此同時 由於他推出了這個小程序 令到其他所謂的SAAS的概念股大跌 今天微聞跌了11.8% 有隻回富天下的跌了四成 也比較多受到影響的股份 總之無論如何 騰訊現在走勢也是向好 繼續都是衝上去的 港交所騰訊之餘 今天還有一些股份受到市場追捧 就是一些內地的晶片股 說的是中芯國際 這隻股也是 其實它盈利就不多 但是市場憧憬它 就分拆了在內地科創板上市 據說審批的時間快到19天就上市了 就上市 還要集資額不小 200億人民幣 總之很快就上市 就成為市場的焦點 所以股價也大踏步向上 反映出內地很支持這些晶片 芯片股 你問我 我覺得 論走勢就很好 論走勢就很好 不用懷疑 走勢一直都還是強勢 沒有什麼轉弱的跡象 但是如果你說基本因素方面 我覺得都是投資期 它應該都還要投資一到兩年 才會有比較明確的成果 這個都要講得快的了 實際上芯片的東西 即是你投資一兩年 人家已經去到生產到 不是說七納米 又是說五納米 不是說七納米 而是說五納米 或者是說兩納米 2Nm 這些是很新的 無論如何 它都叫做現在是努力做的 努力做的 國家也都支持 所以走勢好 如果基本因素就是麻麻 那怎樣處理呢 這些股就是 如果你論走勢來做 就少住一路 一路撐住 甚至乎你說 每次破頂加碼 或者會回落加碼都可以 但是 Fundamentally 就不要說 覺得它一定是好好的 就是短炒為上 簡單地說 另外一隻華紅半導體 亦都是刺激島 大動島上升 升到8.8% 市場亦都對它衝勁 衝勁它就是 它都可能會分拆 回到內地 科創板上市 所以又是升到飛氣 那個原理都一樣 就是說你順勢而炒的 就很好 但是基本因素方面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好了 那有什麼股 現在是基本因素 或者可能會好 值得大家留意呢 我就覺得 不如想想一下 內地的證券股 實際推 今天想跟大家說 我自己利益申報 我沒有持有的 那是什麼股份呢 例如好像這些內地證券股 你看得到 走勢它今天就出現突破的 大成交的 不是它一隻 中國銀河今天升近4% 收補4.21% 就是因為內地股市這陣子向好 他們這兩天受到這個大成交支持 向上突破了一個環境區 另外 中信證券6030 今天都升2.1% 那隻成交更大 有6.59億成交 這一隻就有2.8億的成交 但是升幅就是這一隻大一點 就是中國銀河大一點 那兩隻類似 都是這樣受市場追封 就是因為覺得內地的證券市場 可能會約會 因為最主要它的成交壓大 今天內地的成交壓再說一次 是8286億 所以就利好內地證券股 那我就覺得 會不會這一批 其實現在低上的話 就有一個 起碼都短期 有一個向好投機的價值 那如果論 Fundamental 當然他們受惠於這個 如果內地成交活躍的話 都是受到帶動的 那所以基本因素都可能會好的 那所以大家覺得 究竟你是要去追那些 那些芯片股 還是在低位現在有些股反彈 我自己傾向就可能是低位反彈的股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